吃苦不可怕,劳动让人有尊严,在年老的时候,一切荣誉和金钱都是过眼云烟,而一个不成器的孩子,足以让你玩尽惨淡。 孩子教育中有一个东西是万万不可缺的,那就是吃苦教育,特别是家有男孩,这个更不能少。 你每一个怕苦的男人,注定是没有担当的,你不要怪他没有责任心,实在是他没有铁肩,用什么去担,不能吃苦,终究是会让身边人吃苦,自己也苦,而且这样的影响是一生的。 看看我们村的两个老头,就会有这样的感触,当你看着他们从你面前走过,就会感觉碎碎匆匆,人生不过几个十年啊。 我们村这两个老头,一个是年轻时就不能吃苦,一切靠妻子去张罗的,我们都觉得他苦,但是他好像没有感觉,他也许觉得自己就是这命吧。 还有一家人就不然,老头是天天做事,家里在外忙活,一家人过得思论自在,走在外边也是要杆子挺白,受人尊敬,吃苦不可怕,劳动让人有尊严, 很多人长大后成立一副自己都不喜欢的模样,都是成长的时候从根出坏掉了。 而家庭教育,特别是父母的观念是关键,我们会发现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。 一个家庭如果有好几个兄妹姐妹,假如上面有姐姐,最后一个是弟弟的话,这个弟弟大部分是吃不得苦,受不累的,因为从小有爹妈疼着,遇事有姐姐罩着。 很多父母中年得死,愈发珍惜,是玩掌上明珠,稍不留神,父母爱的天品,就朝着小的那个倾斜了。 很多的父母是不想让孩子吃一点苦的,自己省吃减肉换着孩子,结果把自己的人生,全部让孩子给绑住了。 有一个妈妈曾留言说,老公家里有一个弟弟就是被溺爱的,现在26岁了,从来不为别人着想,家里条件不好。 公公婆婆婆都是农村种地的,过年都舍不得买点好吃的,但是她自己呢,苹果手机跟风买,还出国去玩,还找我们借两万块钱去整鼻子。 好多这样的事情,之前觉得是她不懂事,后来才发现都是她爸妈惯的,而且我婆婆还说,她从小就这样,要的东西没得到都不行的。 所以我自己带孩子,不需要她的帮忙,我不想自己的孩子也变成那样。 每次看到这样的父母,我就感到心疼,是什么让他们甘愿成为一个寄体,养出寄生虫呢? 女儿只会害了孩子,有妈妈会跟孩子说,你只要读好书就行,其他事你不要管。 所以家务活不要孩子干,家里的大小事,也不要孩子过问。 很多孩子长很大了,都不知道盐是多少钱一包,又是多少钱一桶。 告诉孩子,生活有甜,但是也有苦,没有谁能随随便便成功,一定要有一个让孩子吃苦的意识。 能不帮忙就不要帮忙,孩子流点汗,吃点灰是好的。 平时让孩子多做家务活,积极参加勤工俭学活动,大一点的孩子还可以一起去参加剧院者活动,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,锻炼自己的手脚。 为人父母就要让孩子有一种不怕吃苦的精神,让孩子从小就知道劳动是光荣的,能够为一个人赢得尊严。 通过努力奋斗,才能实现一个人的价值。 这些话说起来像口号,但是多年后,一个快三十的子女,还跟你伸手要钱去吃饭的时候,就会明白吃苦教育的重要。 所以,吃苦教育,要越早越好,也可以让孩子从故事记书本中感受苦难的力量,让精神世界得到充盈。 遇到挫折的时候,孩子不会马上就选择放弃,也能承受住打击。 在孩子小的时候讲讲这方面的故事,等孩子大一些,就可以看看书了。 比如《路遥到平凡的世界》,《牛蒙》,《钢铁》是怎样练成的,学都是非常不错的书。 当一个孩子爱上了阅读,就堕落很多很多的老师,也会接触到更多的思想。 为人父母,不仅仅让孩子感受到你的支持和无条件的爱,更要有为之际深远的智慧。 要知爱需要自由的空气,需要放手的勇气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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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与点点栏目。